尊敬的業主朋友,你們好。 很高興能夠在這裏和大家分享最新的4月家書。 我是富力集團馬來西亞公司的總經理,尚詠。 今天是4月29日,僅此代表我們公司, 祝各位業主,五一小長格設日愉快。 今次的家書將會包含以下的內容。 首先,一齊來看看二期項目最新的工程進度。 在4月28日,項目二期的賽立天地正式完成了主體結構封頂工作。 回顧項目從一馬平村到大石城初現, 相信大家更加期盼二期可以早日交付。 看完二期的工程進度之後, 現在我帶大家一起去一期轉下。 項目目前一共有兩期,一期在2017年10月交付。 累計已收樓2579戶,其中群樓一到三合為富力廣場。 四層即是業主獨享的公共設施配套。 富力廣場已在2019年3月盛大開業, 目前已入住大型超市Gaya Grocer, 香港英皇影院,連所健身品牌Anytime Fitness 至於在四樓的公共配套設施內, 除了有440米環形塑膠跑道和空中花園之外, 還有天際泳池、健身房、桑牙房、兒童遊樂中心等設施。 無論你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 相信你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滿足你悠閒娛樂的方式。 值得提的是,項目一期我們設有專屬的CIQ全天候靈橋, 全場近650米。 業主朋友可以在家門口直接步行去CIQ改關, 省時省力。 在項目旁邊的新郵地鐵工程, 已經是如火如荼的建設當中, 預計在2026年12月可以正式通車, 到時我們的業主就可以搭乘地鐵, 6分鐘往返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接下來我們看看項目周邊有什麼新動態。 在4月12日,項目協辦了四方譚新山的論壇, 邀請了陳再番老師、賀碗營老師以及青年企業卡 從不同視角來分享新山的城市故事, 獲得了當地主樂園媒體《星洲日報》的高度評價。 此外,4月份城市會客廳還承辦了三場社團活動 和一場企業拜訪活動。 城市會客廳作為富力公主灣的對外窗口, 自開放以來一直深受本地知名企業和社團的青來。 最後,我和大家匯報一下本地新聞的築遞。 新加坡19日報道, 馬申兩國正在探索新的合作, 推動馬來西亞伊斯坦達特區和新加坡之間的發展。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表示, 深化彼此的合作,包括交通、糧食安全和保障、經濟合作等。 聯合組報4月17日報道, 由佛州務大臣和新加坡交通部長走訪新油地鐵高價軌道和隧道工地, 了解工程最新進展。 聯合組報4月17日報道, 新馬六路過境關卡4月1日恢復通關之後, 首個星期入境馬來西亞的新加坡旅客數量超過64000人次。 以上就是4月加書的全部內容。 對於5月的加書, 各位業主有哪些方面信息想要了解的話,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常勇, 這裏是新馬第一關口, 新生CBD的富力高柱灣, 期待在北遠的將來, 我們可以在北位一道相聚。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